我們這禮拜來順天玩 嗨 這個禮拜我們來順天玩 然後順天是在韓國南部 在那個利水光州附近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跟之前不一樣 因為之前我們出去玩的時候都是搭KTX嘛 就是高鐵 可是這次呢我們是搭高速巴士來 然後搭高速巴士大概三四萬韓幣左右 但就是上車就可以睡覺 然後也蠻舒服的也可以看看窗外的風景 然後這禮拜也是跟阿哲來 阿哲來吧 你好 總之今天就跟我們一起玩順天吧 GO 高速站的正對面就有很多計程車可以搭 所以就是只要順便跳一台應該拍到那邊去 所以只要跳一台就可以搭了 然後如果說覺得這個有點麻煩的話 其實可以租那個觀光計程車 然後那個只要三小時前預約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們現在肚子超餓 我們要去吃午餐了 走吧 這是市集然後超級大 就很傳統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區域 我們去看一下吧 這邊有那個海產的 就是有分各種各種不一樣的派對 然後這邊有可以吃飯的地方 我們要去吃這個 這邊有賣很多套子 我們現在來就是阿雷醬 就是每五天才開一次的市場 然後這個市場就是每五天才開一次的市場 然後這個市場就是韓國湖南地區最大的市場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阿雷醬最有名的 什麼 食水菇菇菇 食水菇菇菇 這個就是食水菇菇菇 然後食水就是那個網狀的烤盤 然後先烤完之後再放到這個來 繼續加熱 被阿哲撿完的愛心 是有味的 因為我不吃蔥 喜歡吃蔥的可以自己加蔥 不用散醬喔 直接吃就好 可以阿 很好吃耶 很想夾飯耶 然後我們點這樣一個套餐去做 兩萬兩萬五韓幣 還蠻划算的 韓國人生菜包肉是一定要的 然後 臭吃的阿酒了 抓到直接腰 吃烤肉的時候 吃烤肉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 配冷麵 今天配雞沒有太冷 所以可以吃冷麵 吃烤肉就是要配冷麵 一口冷麵 然後 一口肉 肉麵才多這樣 吃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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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這才能吃烤肉 烤肉 很酸 吃烤肉 看見 好吃 jin 用烤肉 這次是HATSU 天氣真的超好 因為這裡就是韓國南部 餓死了 我們今天穿情侶裝欸 COPPULOOK 我們就是有市場賣肉啊 肉賣雞 很市場的味道 還可以做 順天到我們激體寶寺 然後就可以加這個 然後就會有很多他們這裡順天的景點 然後就會每一站就會帶你到每一站 然後他就是 那就是只要付一次錢就好了 然後一天有四次 所以如果就是 因為這邊不是沒有地鐵嗎 所以可以搭這個來觀光我覺得比較方便 走吧 然後主要的觀光地有這些地方 國家公園 然後這是濕地 還有我們想要去的那個電影拍攝場 跟這個文化街 看起來很漂亮欸 所以如果想要就是比較方便的 玩順天的話 我覺得搭這個觀光巴士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買好票了 然後是就是 國家公園到 還有那個 濕地 然後加等一下搭那個 那要什麼 纜車 總共是一個人一萬四 我還在吃過港摩文吉 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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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那個順天國家公園 超美的 有 有 有 我們現在要去搭那個 Sky Cube 就是這裡的纜車去 濕地 然後聽他們說搭一趟是 十分鐘左右 這就是那個Sky Cube 有點像地鐵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 在那邊 這邊 這裡就是 濕地 超美的 然後那邊是可以坐 纜車 然後會帶你去逛 超可愛的 開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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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會是蘆葦草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 就是我上網查的話 秋天來的話會更美 然後現在那邊有一台正在往我們過來的 Tuber Tuber 很可愛它很像那個很小台的小捷運 然後它一台是可以最多做六個人 然後我們很幸運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喔 這不是很像華武線嗎 什麼線 華武線 台北的 台北的 很像台北的華武線 嗯 很傳統的這種 海鮮店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 武安 然後 這邊也是就是靠近光州跟 那個順天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是從就是 我們剛剛有去那個 武安的機場 然後那個機場其實在那個 疫情之前是有直飛台灣的 所以如果之後疫情比較減緩之後 大家也可以就是 從台北 然後坐飛機來這裡 這是海嗎 可是海不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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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好像一個一個一個 欸 真的嗎 欸 上面還有一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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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 武安 我不知道武安的中文是什麼耶 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裡的 海很淺欸 你看前面還有幸福的老夫妻 在山步 我們現在來 章魚公園 那後面有一個 不知 有一隻章魚 好 這邊是可以看海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家 無人的無人咖啡 這一整條都是 辣子的街 然後我們要去吃 午餐 南都 辣辣 這邊一整條都是那個 餐廳 我們現在來吃 辣辣 然後是一個 是從那個泥土裡面 抓出來的章魚 跟海裡抓的不一樣 然後好像是 武安這邊的特產 各式各樣的小菜 點了章魚湯 然後阿哲點的是 章魚拌飯嗎 真的真的很好吃欸 真的真的很好吃欸 我的裡面有一整隻 真的很好喝啊 我吃吃看它的拌飯 好好吃 我吃吃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